美聯儲與經濟數據出爐 下季關鍵一週來臨 插足谷歌創始人婚姻 馬斯克否認 外資連續五個月大舉拋售中國政府債券 盤點七大美國購房者最想離開的城市 芯片法案通過前 中國七納米嚇了誰一跳 知名財經作者說 一關鍵經濟信號在閃紅燈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6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本週 美聯儲政策、收益報告和經濟數據將會集中出台 這意味著美國金融市場迎來下季的最重要一週 CNBC指出 在未來一週有相當數額的關鍵報告出台 其中美聯儲會議是關鍵的要點 在本週 美聯儲預計將再次加息75個基點 以應對難以控制的通脹問題 投資管理公司BNY首席投資官 格羅·霍夫斯基評論說 本週的市場將會經歷不少的動盪 事實證明 美聯儲的會議很引人關注 接下來的問題是9月份會發生什麼? 如果美聯儲持續收緊政策 這樣未來12個月內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可能達到60%? 對於美聯儲升息的問題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李強評論認為 目前看來貨幣政策是美聯儲調控經濟的主要方式 在過去20年中 美聯儲基本不用擔心通貨膨脹 因為通貨膨脹問題 基本被中國大陸充斥美國市場的比較低端產品所解決 這樣它主要是發放大量的貨幣來推動經濟 但現在隨著疫情發生 還尤其是全球的這個供應鏈遭到破壞 李強認為在通脹上升的情況下 美國政府近期又有一種觀點 想通過放鬆對中國的進口 來達到原來的低成本目標 但是這個目標的實施難度很大 美國民間還有兩黨對中共的威脅比較警惕 現在讓中國大陸的產品進口到美國已經不太現實 這樣如果還是單方面刺激經濟的話 就會造成通貨膨脹 這樣大家也看到烏克蘭在打仗 通貨膨脹上升得非常快 所以美聯儲必須要制出聲息這個殺手鐧 也是在本州房地產行業 二季度實際GDP數據與消費者情緒等 幾份關鍵的經濟報告都將出台 投資者將使用這些數據評估市場的健康程度 除此之外 還有幾份重要的企業財報出台 美國最大的兩家公司 微軟和蘋果 分別在週二和週四發布上季度財報 谷歌母公司Alphabet週二發布結果 亞馬遜也在週四發布報告 Meta公司將在週三發布財報 預計超過三分之一的標普指數公司 都將公開公司財報結果 7月25日華爾街日報刊在知情人士報導 稱去年秋季 谷歌創始人布林的妻子與馬斯克發生婚愛情 這是布林宣告離婚的原因 此外該問題也導致布林和馬斯克的友誼終結 對此馬斯克表示 這個指控是一個完全的謠言 根據華爾街日報消息人士的言論 布林的前妻沙納漢與馬斯克發生短暫婚愛情 在這之後幾週,布林提出了離婚申請 聖克拉拉院高級法院的紀錄顯示 布林在今年1月份以出現不可調和的婚期為理由 申請與妻子離婚 而知情人說,這次離婚的原因與布林前妻與馬斯克的關係有關 報導還稱,馬斯克曾經在派對上對布林貴求原諒 但兩人的友誼還是破裂了 出於這個原因,布林賣出了馬斯克公司的股票和投資 對於相關報導,馬斯克在推特上回應說 在過去三年,他只見過布林的前妻三次 而且沒有任何戀情的因素 他譴責華爾街日報知情者的不實言論 並稱布林和他仍然是朋友 而且剛剛一起參加派對 相關消息在馬斯克應對一系列商品挑戰之際出現 在近期,馬斯克宣布撤回推特公司440億美元的收購交易 這樣可能會引發一場長久的法律戰 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 馬斯克是全球首富,資產約為2,400億美元 布林的資產在全球排名第八,約為950億美元 彭博社數據顯示 外國投資者在今年6月份 以創紀錄的速度拋售中國政府債券 當月,投資者拋售了559億元人民幣價值的債券 達到2014年以來的最高點 直至6月底,境外投資者持有的中共國債削減了2,000億元 此外,地方政府債券的外資流出也多達9,000萬元 政策性銀行票損失了354.7億元 近幾個月來,隨著美聯儲大舉加息 以人民幣為支撐的資本吸引力下降 這樣使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收益率日價變成了負數 此外,北京還在承擔疫情政策帶來的打擊 對這個問題,紐約城市大學教授李強接受了本台記者的採訪 外資撤離就是對中國經濟沒有信心 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 最主要的是,從表面來看,是他的寧容忍抗疫政策 就是甚至可以不惜封城,人人過關這種代價 來保證他的寧容忍 近期,美國房地產市場過於火熱 很多想要購買自己房產的人疲於應對房價上漲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美國人尋求搬遷到另一個城市找到新家 根據CNBC報導,房地產經紀公司Redfin發布的報告顯示 在美國民眾最想離開的7個城市中,排名在前三個城市 分別為舊金山、洛杉磯和紐約 報告指出,舊金山或聖河西的典型住宅 現在花費超過150萬美元 而且目前抵押貸款利率高達5%以上 導致缺乏承擔能力的居民無法應對過高的房價 此外,華盛頓特區、西雅圖、波士頓和底特律 也因房地產市場不友好,成為第4至7名潛在購房者 最想離開的城市 這份調查分析了200萬用戶 在100多個都匯區的搜索結果 報告認為,購房者最想離開的城市 都是人口數量高淨流出人數多的城市 調查也發現,離開的人群湧入佛州和德州城市 加州薩科拉門托、鳳凰城和拉斯維加斯等地構置房產 7月24日,中芯國際突然宣稱,企業製造出一種7納米芯片 引發了美國、台灣、韓國等國的芯片企業關注 根據行業觀察機構Tection Science的報告 這枚芯片拆解後的初步影像可以證實 其內在完全抄襲台積電7納米芯片 在此之前,中芯僅能做出14納米芯片 相關消息在美國出台芯片法案之際發出 在8月份國會休會之前,美方正在對芯片法案進行評估 本台特約評論員劉青認為,芯片法案獲得通過的概率是比較大的 因為這個直接涉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而俄乎戰爭中的無人機、網絡定位在社交媒體上的大量傳播 幾乎顛覆了二戰以來的戰爭觀念 獲得了參院和國防部的一致支持 而本周就是表決的關鍵時間 他認為,中共的方案將會提高美國的警惕性 讓正在猶豫的美國政要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下定決心 今年7月13日,白宮與以色列政府新聞辦公室 宣布了美以科技合作的共同聲明 雙方將加強在關鍵與新興領域的技術夥伴關係 發展國防設備與軍民兩用技術 同時,美國也在遊說荷蘭半導體製造商戒斯摩爾 令其擴大向中共出售設備的限制範圍 熱銷財經書籍傅爸爸窮爸爸作者羅伯特清奇近日評論說 通脹飆升、利率上升和地產市場放緩帶來市場緊張情緒 但是還有一種關鍵的經濟信號正在閃爍紅燈 他表示,現在真正的問題是債券市場 美歐經濟數據疲遠,增加了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 而投資者將政府債券視為避風港 但是,債券市場不斷攀升已經染味著經濟上出現為消息 現在債券市場規模是股票市場的40倍 這樣可能會導致重大事故發生 在經濟市場風險增加的情況下 清奇分享了他最喜愛的三類避險投資 其中包括黃金、白銀和比特幣 他表示,他認為投資實體黃金、投資大型金礦與銀礦公司 是好避險的途徑 此外,由於比特幣價格今年下跌了53% 購買比特幣會面對巨大的波動 因此他傾向於投資與加密貨幣有掛鉤的公司 這樣的企業跌漲比較容易判斷 原因是,加密貨幣的走勢會影響他們的股價 這次《財經新聞》跟大家播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財經新聞》